準時收看 古奇藝昂哲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忘了 舉起你的手指頭點三下 第一下給老師按個讚 第二下分享給你身邊的投資朋友 第三下按下訂閱追蹤我的影音頻道 行情變化萬千 跟著我決勝彈指之間 歡迎收看古奇藝昂哲 我是專業期權分析師邱宜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盤表現 台子今天下跌兩點來開出 最低點出現在早上的九點鐘 來到19698 那麼最高點呢 出現在今天收盤的時候 來到19956 整個戰彈區間總共是258點 現貨的成交量則是增加 來到了4557億 那麼今天老師下的標題是什麼呢 叫做雨露均沾 各位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老師下這麼一個標題呢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在台積電的ADR 跟輝達股價走軟的情形之下 美國三大指數是跌多漲少 那麼台子呢 也就延續夜盤的走勢 但是今天開盤是以下跌兩點來開出 那麼各位投資朋友 昨天呢指數一度往上衝 但是最後是功敗垂成 今天多頭是再接再厲捲土重來 在開盤的時候雖然是下跌兩點 但是呢積極的在拉抬這個台子期 在盤中的時候也是拉抬電子期在做表態 使得今天行情指數再度推升到19900之上 那麼呢大家現在就在想 這一波的行情明天究竟還會不會繼續上漲 這個地方呢 待會老師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整個台子的未平昌量 也就是期貨的籌碼 有沒有出現顯著的變化 但是呢 雖然老師在過去認為啊 行情往上的機會動能並不大 但是呢 像今天這樣的行情做多有機會能夠賺錢 當然我們也不能夠錯過 所以呢 要如何快速判斷今天是多頭形態 還是空頭形態 就是做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如果你不會的話 我來教你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呢 靠著我們的看盤口訣 穩盤靠現貨 公式看期貨 今天早上呢 我們在短短開盤的幾分鐘之內 七分鐘之內 透過台紙前五分鐘的成交量 大盤第一分鐘的成交量 期貨跟現貨之間價差的變化 還有老師多年來的經驗 給會員朋友第一手的分析 我們就來看到 其實今天早上 台紙前五分鐘只成交了3903口 是小於過去的五日均量 4396口 那麼現貨的部分呢 也同樣 開盤第一分鐘 只成交了174億 也是啊 遠遠落後於過去的五日均量 208億 那麼其現貨成交量 萎縮波動率下滑 今天早盤 台紙的漲幅是領先現貨 但電子啊 表現較台紙跟金融疲軟 今天盤面呢 你可以看到 在開盤的時候 台紙是上漲的對不對 大盤反而是下跌的 所以呢 盤面是多空拉鋸 沒有方向 但是特別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今天在盤中的時候 量能是明顯是越來越大 表示今天的行情是愈小不易 而電子期的強弱 是今天的多空關鍵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一開盤 你就能夠掌握到今天整個盤式結構 那麼當行情來的時候 自然你就會選擇一個正確的應對方式 那麼如果你沒有時間好好來觀察盤面上的變化 也沒關係 你只要跟著我進場 每天早上我會在最快的時間裡面 整理出今天的看盤重點 讓你不需要看盤 不需要開電腦 你只要收到我的簡訊 就能夠比其他人更快掌握今天的行情 那麼今天啊 其實電子期油落轉強是今天的關鍵 那麼重點是 今天當然是一定要做多嘛 你今天做空的話 你只能夠被動的不斷的被往上嘎 那麼關鍵在於說 怎麼樣來判斷 一開盤今天就要做多 我說過 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呢 你只要知道在開盤的當下 主力是做多還是放空 這時候你跟著進場 你的勝算就會比別人來的更高 那麼怎麼樣知道主力 今天開盤的多空動向呢 有方法 透過老師的獨門指標 就是我的預估開盤價 今天的預估開盤價是19705 這是在每天早上台子期開盤之前 系統所計算出來的預估價 等到實際開盤之後 把實際開盤價跟預估價來做比較 一秒鐘就能夠幫助我們掌握主力的多空動向 我們來看一下早上的一個截圖 今天是3月12號 光速指標預估開盤價 19705 實際的開盤價是19714 當實際的開盤價大於我們的預估價 就是這麼簡單的算數 就告訴我們今天開盤的時候 主力是偏多操作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啊 不會在開盤的時候馬上進場 一定要等到看一下價量變化 看一下技術指標 才來決定自己的多空方向 對不對 那麼誰會在開盤的時候 積極進場做多 當然只有主力跟大戶啊 也就是在開盤的時候 多擔大於空擔 才會讓實際開盤價高於我們的預估價 就是透過這麼簡單的方法 就能夠掌握主力的多空動向 我們再來看一下公布的時間 是在早上的8點42分 所以各位我們的會員朋友 每天早上開盤前都會收到預估價 那麼一開盤馬上第一時間 掌握主力是偏多操作 這個時候我們當然就是要來找買點 那麼今天最漂亮的點位 剛剛說過最低點是在今天早上的9點鐘 那麼有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 進場來做多呢 各位你跟著我做絕對有辦法 你可以看到今天我們第一筆單 就是在9點鐘 來到19701的地方進場做多 今天呢 很多人都想要買在當天的低點 或買在當天的一個 空在當天的高點 大家都憑著感覺啊 每天衝來衝去 但是事實上你會發現 透過老師的方法 每天都有機會讓你買在起漲點 這絕對不是靠運氣 這都是靠老師的指標跟實力 所以今天你跟著我操作 第一個掌握到主力偏多 再來呢買到今天最漂亮的點位 那麼除此之外 當行情往上走的過程啊 我們還有一筆加碼單在哪裡 在今天的9點15分 19755的地方做多 今天只要你能夠在開盤的當下 積極的進場建立部位 但是重點是一定要看對喔 如果你看錯方向 連續兩筆空單 今天就是一路往上軋 所以你只要跟著我操作 用最專業的方法 各位今天一口單到高點啊 守住停損40點 一口單都有200多點的價差 今天不要說200多點 打個對折也有80點100點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在開盤的當下 能夠判斷出今天的盤勢 究竟是強勢盤 弱勢盤 還有主力是做多做空 只要掌握到這些關鍵點 其實當贏家一點都不難 我們就來看一下 早上的一個簡訊 早上你可以看到 3月12號今天早上9點鐘 光束指標的什麼 三月台紙在19701附近 收訊後市價做多 這就是我們的開盤光束指標 多空光束指標 大數據運算 領先全市場 開盤就出手 讓你離在起跑點 早上5點 台紙夜盤休息了 6點一到 每股期貨開始起跑 7點半 日經動起來了 8點整 韓股也跟上腳步 透過小道瓊 小SMP500 小納斯大克 日經 及韓國股市 在台紙8點45開盤前的 降跌幅度 及近期與台紙的連動性 加以計算 就能得到台紙在8點45的 預估開盤價 若實際開盤價 大於預估開盤價 代表開盤有明顯多方力道進場 當天盤式通常上漲機會大 市場真正領先指標 開盤就知盤式強弱 我們的光速指標 是市場上 真正唯一的領先指標 我們做股票 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大戶是怎麼做的 同樣的道理 如果今天你在做指數 你能夠知道開盤的時候 主力是偏多偏空 對你的操作 一定有相當大的幫助 如果今天你在做指數 而且常常都能夠讓你贏在起跑點 我們再來看到 今天早上的9點15分 這個3月起指目前19755附近 收訊後市價做多 這就是我們的當充智能指標 不管是光速指標還是智能指標 雖然計算的方法跟邏輯不一樣 但是往往都能夠幫助投資人 在盤中找到漂亮的切入點位 如果兩個指標一起來搭配的話 像今天的大行情 其實你就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我們再來看到 今天最關鍵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張類股分時走勢圖 今天由強轉弱的關鍵 由弱轉強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白色的這條就是電子旗 那麼上面藍色的就是金融旗 中間紅色的這條 就是這個所謂的台子旗 其實開盤的當下 電子的確是比較弱 但是在9點鐘過後 開始出現收斂的情況 而且在9點20分 正式超車啊 電子旗的漲幅是領先 台子跟金融 是不是反過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今天由弱轉強的關鍵 那麼很多人在盤中都在想 會不會漲多拉回 但是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今天超車之後呢 從頭到尾其實電子旗都保持著一個什麼 非常明顯的領先的態勢 只要電子保持領先態勢 行情就不會有大幅拉回的風險 所以透過類股分時走勢圖啊 投資朋友可以掌握到盤勢 究竟有沒有出現跌多 開始反彈或是漲多要拉回的契機 如果電子都維持著一個相當平穩的走勢的話 那麼行情就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再來看到 除了早上在9點07分給的第一手報告之外呢 當9點20分左右 有越來越多的資訊進來 我還會整理一個更詳細的多空關鍵 給會員朋友來做參考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開盤強勢掃描 首先第一個 早盤開低走高 量能增溫電子旗 由黑翻紅多方積極表態 那麼第二個 多方力守19700為這個月 台子旗的第二大的成交區啊 所以呢守住這個大量區 技術面維持一個震盪偏多的形態 那麼第三個 在CPI發布前夕 台積電AD 及股價 揮打股價下挫啊 美股市跌多漲少 那麼第四個 指數走揚 台子未平常量連續五天的下滑 籌碼動能明顯衰退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點20分左右 你也能夠收到 我替會員所準備的這些資料 我相信 你就能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充分掌握今天盤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點 就像以前當學生的時候 當我們要進考場之前 在門口 你能夠拿到重點整理 你是不是就能更有信心 來應付今天所產生的各種情況 從現在開始 不用自己辛辛苦苦的找資料 你只要動動你的手指 打開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現在還不是我的會員 留下你的聯絡電話 或是直接打電話進來 助理會來幫你做設定 早上的時間 就能跟會員同步接收到我的訊息 那麼呢 也可以掃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來訂閱我的頻道 只要最新的解盤影片 最新的教學影片 都能夠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就是現在 女網友理 現省三八優惠 現時優惠大理 加入現省三萬八 立刻撥打02 2542 8999 操作指數不用怕 開盤 立即掌握主力多空動向 盤中突破多空加速點 順時操作 再加上即時盤式分析 有了專業操作方法 讓您輕鬆 贏在起跑點 再也不必當韭菜 就是現在 女網友理 現省三八優惠 現時優惠大理 加入現省三萬八 立刻撥打02 2542 899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我們再來看到 在道琼指數的部分 昨天盤中出現大跌 但最後收了下引線 中場昨天是小漲做收 所以技術面 雖然過去曾經跌破月線 但也只有那麼一次 很快就重新回到 原本的上升軌道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道琼還是一個震盪偏多的格局 另外我們看到 納薩克的部分 納薩克指數 雖然最近漲勢有趨緩的現象 但是呢 仍然是沿著月線上方 在做一個整理的形態 最重要的是 同樣的 它也有一條什麼 上升軌道線 只要這上升軌道線 沒有正式被跌破的情況之下 從技術面來講 它仍舊是一個 一漲難跌的格局 那麼另外 看完美國股市 我們來看一下大陸股市 大陸股市 上次我們特別講到 它現在有一個特性 就是大漲之後開始橫盤 大漲之後開始橫盤 在大漲之後 接下來可能又開始橫盤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雖然看起來漲得很慢 但是嚴格來說 它的技術面 都是屬於一個震盪向上的格局 而且呢 從前波的高點 所延伸過來的這個支撐線 都沒有被跌破 所以呢 現在整個技術面來講 依舊是對多方有利 所以不管是美國股市也好 中國股市也罷 兩個最大的經濟體 從股市的技術型態來看 並沒有出現 由牆轉落的這種征兆 所以呢 想做空的投資朋友 在這一段時間呢 操作上還是要特別的小心 不要用一根K棒 決定你多空的看法 我們再來看到 在加權指數的部分 昨天呢 你可以發現 昨天下跌亮縮 我說過 在過去這段時間 上漲的過程裡面 成交量持續的增加 所以從價量型態來看 這屬於一個價漲量增的格局 沒有問題 昨天下跌亮縮 表示籌碼相對穩定 那麼呢 今天開屏之後 一路往上走 量能也隨之增加 所以呢 從最近這一段時間 整個價量關係上來看 仍舊是對多方有利的格局 但呢前兩天老師 特別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 台指期的未平常量 連續好幾天的減少 那麼我們就來看到 現在未平常量的增減 未平常量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連續的一個變化 其實呢 它過去曾經出現 三個跳空缺口 並沒有被回補 所以整個技術面 還是一個震盪偏多的格局 但關鍵就在於 在前幾天的上漲的過程裡面 未平常量從原本的77454 減少來到了75980 再來呢又減少到74424 甚至昨天只剩下72175 所以表示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下車的人是越來越多啊 行情隨時都有拉回的風險 所以透過期貨籌碼的角度上來看 表示呢 上漲的動能是受到限制的 可是今天開頻走高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盤後未平常量 一口氣增加來到了75208 從原本的72175到75208 超過了3000口 那麼呢 從期貨籌碼的角度 我們要怎麼解讀呢 表示呢 今天開頻盤一路上漲 表示這時候啊 流倉的人又變多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做多做空大家都流倉 籌碼動能再度增温 那麼也就表示啊 接下來行情還有波段可以期待 如果按照今天的走法 指數上漲收紅 未平常量增加 表示呢 對多方相對是有利的 所以前幾天 從籌碼的角度上來看 行情隨時都有拉回的風險 但是今天在多方積極的 表態的情況之下 多空雙方 大家又開始進行一個 流倉的動作 那麼老師啊 可以跟大家預告 在2000點上去啊 恐怕 多個四五百點不是問題 但是呢 如果未平常量 沒有辦法增加到 85000口之上 其實我認為還是會屬於一個 上下刷洗的情況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 盤中的震盪會非常的大 不管做股票也好 做指數也罷 在這個高檔震盪的過程裡面 大家操作上一定要特別小心 但是今天不管 行情是大是小 是多是空 我說過 做指數我們最大的優勢是 從來都不要選邊站 而且只要抓到當天的盤式結構 就有機會把行情變鈔票 所以呢 想要在這一波行情上下刷洗的過程裡面 讓你進可攻退可守 我認為做指數還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那麼我們再來看到 各位投資朋友看一下這張圖 上面這一張方塊 下面這張方塊跟下面這個方塊 你覺得哪一個顏色比較深 哪一個顏色比較淺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跟老師一樣 都會覺得 上面明明就是比較深 下面是偏向白色的 可是事實上 如果把同一張色卡放過來 你會發現兩邊竟然是完全一樣 這表示呢 有時候我們的眼睛 看到的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 常常都會因為周圍的變數 來影響到我們的判斷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 明明看行情都看得很準 但是呢 在消息轟炸的情況之下 你往往會怎麼樣 對自己操作沒有把握 甚至呢有提前下車 或是出現凹單的情況 為了改善這種狀況 我認為最好的方式 還是要透過電腦來做協助 來幫你篩選 來幫你找到正確的方向 老師的千里眼波段 策略下線系統 我說過很多遍 是老師這20年來的實戰經驗 所轉化成的100支的指標 在這將近100支的指標裡面 我會挑選出 5支最符合現在行情的策略 把它包裝成一個投資模組 為什麼要這麼多策略 因為你要同時掌握 短線 中線 長線 還有逆勢加碼的機會 過去如果你買過軟體 只有一支策略兩支策略在跑 你會發現 往往一下車很難再上車 而且行情隨時都在轉變 你沒有去因應行情的變化 來調整參數 會發現有時候準 有時候這個盤情又不太適合 感覺又不準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多策略 而且要隨時按照行情的變化 來調整參數 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的券商 期貨商 自營部有這麼多的高手 如果放策略讓他自己跑會賺錢 就不需要養這麼多人才 養人才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請這些人幫忙來調整參數 所以老師的策略都是自己的指標 可以隨時按照行情的變化來調整 才能夠保持最好的績效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牽連波段策略系統 3月份 我們把所有的指標進出點位都揭露在上面 每一個向上的箭頭 紅色代表做多的策略 綠色代表做空的策略 長短線互相搭配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特別說過 在3月8號上禮拜五 8點56分 9點23分 我們把所有的多單在高檔 19989、196、19968 把這兩筆多單都把它逢高獲利了結 到昨天為止都是空手的 那麼今天一開盤之後 又出現了我們的短多訊號進場 我們今天在8點45分 可以看到19729 還有10點53分 19884再進了兩筆多單 我可以跟大家說 全市場也許有些人跟老師一樣 有在帶這些波段單 但從來都沒有一個人 可以把每一天進出場的點位 都清楚的做揭露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在過去7個交易日 就前面這一段時間還在盤整 我們只有正166點 當第8個交易日的時候 已經來到524點 因為行情開始發動對不對 再來呢 第9個交易日已經來到860點 第10個交易日來到1492點 那麼今天各位到昨天上禮拜五 11個交易日是2124點 到今天我們短多再進場 只有兩筆多單進場而已 今天又來到增加到2718點 也就是今天又多了將近600點的價差的獲利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所有的操作絕對經得起驗證 甚至我們再來看一下在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去年下半年有在操作的人都知道 很多時候都是呢 過高壓回破底又往上翻 過高又壓回 其實上下震盪非常難做 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之下 6個月我們有3個月獲利 3個月虧損 最大的獲利是1606點 最大的虧損是866點 總結下來在下半年 總共創造了1064點的價差 那麼上半年的行情稍微好做一點 上半年6個月裡面 5個月賺錢一個月虧損 總結下來上半年下半年 2003年總共替會員創造了8756點 大家可以回想過去這去年這段時間 做股票也好做指數也罷 究竟自己有沒有辦法 真的能夠賺到錢 如果你一直都找不到好用的方法 歡迎你來參考老師的方式 所有的操作絕對是秉持專業 而且控制風險的原則 最需要波段策略的三種 第一種沒有辦法天天盯盤 第二種想要賺取大波段 第三種沒有辦法克服人性 從現在開始打電話進來 立刻加入我們的行列 想要當贏家就要找專家 市場上絕大多數的分析師 都是在講股票 也許有帶一些期貨 但絕對沒有邱老師怎麼樣的專業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做指數的地方 能夠真的能夠有好的績效 歡迎你跟著我進來操作 行情變換前決勝就在彈指之間 讓我用最專業的方式 帶你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市場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對交易的熱情 找對老師用對方法 明天你就是贏家 最後老師祝大家天天做期貨 天天有收穫 我們下次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